在之前的节目我们介绍了长岛大径的房产 实际上在长岛的纳苏郡还有很多的优质社区 路人沿着495的高速公路一路往东 在40号的出口我们就来到了这里的Selsa 它也是长岛纳苏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社区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我们的老嘉宾 安居地产的总裁潘龄一起来介绍Selsa的房产现况 潘龄我们又见面了 那这期节目你又带我们来到了长岛的另外一个社区 叫Selsa对不对 Selsa这个可能和他的邻居Jerico来说的话 名气稍微弱了一点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倒也不见得就是我们中国人觉得弱呢 可能是觉得Jerico的school排第一 是不是Selsa排第二第三 其实Selsa的学校呢是一个大学校 Jerico的相对要小一些 然后你想我们华裔有名的华人之光赵小兰 就Selsa的学校毕业的 这栋房子跟Oise Bay比较临近 对 你看我们那个华人比较有名的那个叫王嘉莲 在Oise Bay 你知道他整个村庄他建了个门园 那还有以前的老总统罗斯福 他的故居也在这个地方 也在附近 然后这边呢像Children's Museum 很多很多 对而且离这边呢离海滩也相对也近 也较近 对对 它也是属于纳苏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居住的社区 对对对 因为这边的Selsa就是属于一个跟Oise Bay交界的地方 它的地都大 而且现在非常多的海外朋友啊就选择Selsa作为落脚点 对为什么 好 因为它这个社区很美 然后住的人素质又高 还有孩子的教育的话 小孩子的组成比较diversity 就竞争 没有节用很多的激烈 然后学校本身呢 他有很注重体育和艺术方面的培养 对对 所以上长程层的比例也高 是 而且Selsa这边很多的一些高中有它自己的乐队 而且这些乐队的专业的水平 非常高 对 而且我们这Sea Asset附近 有很多华人开的 音乐学校 武术学校 所以孩子的这种课外活动 或者兴趣的培养 对 对 对 家长非常重视 所以这个客户的 这个教育的产业也比较发达 是 然后这个房子呢 它以前呢 它是它很有历史的 是一个很有名的建筑设计师 就是 威廉肯尼迪 对 对 对 他设计的 是 是 这是他们家 给他们家族做的Summer House 最初呢 这是65个英亩 65英亩 它家是中心 所以在那个年代 你知道 真的想一想 65英亩 对 20 30年代 那个黄金时代 是 party嘛 对 是 对 它的house是个社交中心 所以这个house本身来讲 就非常的气派 地势很高 我在想 他们以前可能建房子 也选把最好的地点留给自己 嗯 对 所以这个房子应该是 这个周围地是最高的 对 而且我看它整个这个地来说的话 有没有占地 这个房子占地 是不是有将近快两亩了 对 将近两云亩 将近两云亩了 不是两亩 两亩是 对 两亩还是中国的 这边一亩 中国的六亩 对对对 是 对 然后它四周的这些房子 然后就是围绕它建的 就是每个每个lot 分割 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分割的邻居 对 所以它这边是一号嘛 对对对对 它是No.1 是 对 所以而且这个房子 是外表是红砖结构 然后整个看过去 真的就是一种豪宅的 一种气派感就出来了 对 首先它那个地势高 风水好 你看它这个roof 是那个sled roof sled roof 是石头做的 所以号称是一百多年 last forever的 OK 就是你换的时候 它是piece by piece 不要来维修啊 maintain的 对 对 那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进去 也去看一下银银 可以可以 当然 当然 你看这门口两个麒麟 哦 对啊 门口两个麒麟啊 是 这个房子真的是进来 又是不一样 首先光线非常的好 气派啊 它是非常气派 你看 是 看看 那些水晶吊灯 你进来 你进来好几个调整啊 对 一个 一个一楼的 一个 是 楼上的 你看那个 香的金 对 上面还有一些 一些手绘的一些装饰 对 所以这个我看 它外表就是一个非常气派 非常宽的 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 它每个功能的区隔 我想也是非常的明显 对 这是最经典的 Cloyer 东央殖民室 大概这个房子大概有六千尺 OK 占地将近两个英文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主客厅 对 对一进来 它的风水设计很好 一进来呢 先是客厅 右手边呢 应该是旧餐区 对 餐厅和厨房 在这边 然后这边的书房 跟那个小孩子的这些 活动室 对 玩的地方 所以二楼三楼 就都是卧室 对 而且坐在这边客厅 又面朝的这样一个后院 而且夏天有游泳池 你看见没 对 现在对 现在关了 对 BBQ 烧烤台 那边的篮球场 还有篮球场在后院 对 对 基本上你看 你看不到邻居 邻居也看不到你 所以这个房子的私密性非常好 非常好 对 而且你看 这植物 你看我们有航拍的照片 基本上四周 全是一片五颜六色的树叶 然后就 中间一个 我们的一个别墅在这里 别的房子完全看不见 对 所以真的就像一个珍宝一样的 藏在这样一个丛林里的干净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呢 就是典型的Oyster Bay Nassau County的老前区 你可以看 这个 我看见它这个 可能以前都是画的那些画 都是藏老的那样 对 因为这边Oyster Bay禁嘛 所以它离海也禁 所以这边是一个旧餐区 哇厨房这个也超大 细节 对 对 对 真的是 你看这个都是细节 这个我应该是想是 要不是之前设计的 但是保得到 完全是Oyster 它全部打掉 重新装修的 所以这些都是新的 包括房子 房子内部结构的水呀 电啊 气呀 全是新的 大理石的 这个外面也是新的 所以这个房子只是说 房龄是老 但是里面的系统全部更新过了 然后这些装修全部是敲掉 重新做的 重新做的 对 但是它保留着过去传统建筑的这种精华 对 还可以看得出那种过去那种老前的富丽堂皇 那种风格在 但实际上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房子是老的 但是它的系统里面 包括你这店的线头线里线都是新的 对 都更新过了 所以就不用担心 所以这个厨房你看 这么大 是中央操作台 你看他们家爱书 看到没有 到处都有书架 到处都有书 是 在厨房也有书架 然后我看 怎么搞两个冰箱 你看 这儿有一个冰箱 对 那里还有一个冰箱 这栋由著名布鲁克林建筑师威廉肯尼迪建造的 宏伟乔治亚风格的豪宅 以雄伟的气魄 位于塞尔塞的海拔最高点 现有主人将7000平方英尺的豪华住宅 进行全面改建 保留原来的建筑细节和风格 增加了现代化实用性的居住功能 该豪宅拥有五间卧室 五个卫浴 四个壁炉 占地面积达近两英武 是真正意义上的豪宅 看了这个房间里面 我们到外面去来看 这外面也非常大 这个庭院 这何止是大 就是非常美 所以这个就是游泳池 对游泳池 现在秋天了 把它关了 对 所以他们家三个孩子 你看小孩子的背景 对对对 篮球场 所以他如果这个住家住在这个社区里面 除了在这个豪宅里面可以享受得到 周围有哪一些你觉得还是说人们可以出去活动的一些很好的地方 多呀 你看那个每一年夏天这边Oyster Bay都有这个牧民节两天 对对对对对 而且夏天他们这附近有个公园非常有名的叫CSA Woodbury Community Park 那个park呢冬天可以滑冰夏天游泳骑马复活节的时候简单 我记得我们公司有名还在中国简单 是吧 很多活动 这边有很多活动 对对对那四周的这些Museum Oyster Bay Garden 非常多的地方是他就说给这边的居民其实提供了一个住在郊外但是你的生活一点都不枯臭的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去处很有意思的一些活动都有对对对对就是CSA和Oyster Bay交界的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这些地方都是属于老前区每一家的地都大嗯应该说呢他已经不是不是普通人当然他也有小小房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属于老前区每一家的地都大 我们讲的这些地方呢就是其实不是不是普通人能够afford起的嗯啊这很多豪宅呢他也因为后代付不起这个维修和地税都捐给了当地的政府政府啊那所以很多的过去的一些豪宅变成了可以给当地居民使用的一些公共设施对就变成公园或者变成那个education 的场所嗯对变成museum博物馆这边都有 是所以你看看其实不用真的到外面去了他自家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足球场了可以做很多的运动的确是啊他那个你看今年是疫情嘛这个owner家里三个孩子哪都不用去啊是那个要运动要玩而且呃长岛的居民今年夏天应该是跟其他地区比幸福指数还是比较高的因为长岛本身就出来 又有水骑马打猎就就什么玩都有饭粥对吧坐船钓鱼对什么玩都有而且都是这么近对对对对啊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计是长岛的居民在疫情期间可能抑郁症是最少的这么一批人 知道知道不是吹牛因为城市里面真的很多人就是居住在这个小公寓里面真的很抑郁的是是是因为因为不能出去嘛你看住小公寓里他还不要有电梯的因为他毕竟有这些公共设施都是相连的你看这别墅四周都看不到邻居当然邻居是比他地势低都藏在也房子也比他小就是了对对对对 这个房子他以前是相当于这一块的team嘛对对对 好嘞 离开了经典豪宅 我们驱车前往 据说是全美最富裕小镇之一的 Martin Town 而我们即将参观的豪宅 位于当地著名的 Stone Hill门卫社区内 我们该进入这个社区 感觉很严啊 它当然是一个社区式的 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 24小时门卫 所以这对我们国立的同胞来说 安全第一 对 也就是说大家很喜欢这样子 有门卫的这样子一种小区式的一种住宅 是不是在长岛很受欢迎 对 长岛不多 但是呢 这个小区是长岛所有的 有门卫小区当中 最高级的一个小区 它配套设施好 还有呢 我们这个房子是整个小区 最好的一块地 你看我们在半山 它的地势是最顶的 最高的对 然后它后面有半山 后面的山上也还是它的 然后这边有破步 有鱼 鱼堂 以前养了很多鸡 OK 所以这个等于说是这个小区里面的占据的最好的地理位置 对 而且这个town呢 本身叫Multing Town Multing Town是全美 十大富裕小镇 然后这里的人均收入 22万美金 人均收入 是美国的平均收入水平的四倍 四倍 对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富人区 我们可以这样说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房子经常你可以住得起 当然也不是一般人能住得起 哪个比方 它的地税 还有它的物业管理费 所以一切都是钱堆出来的嘛 它的配套的设施都非常好 是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它这个房子内部 好 你看它这Nandscape用的东西 都是 都是比较不再常见的 都不是普通的植物 对 你看那石头 假山 各种各样的 而且关键这个都是要专门来打理的 对不对 对 像这样子它整个的一个设计 庭院的设计 它这个 这个 这些物业管理费的一部分嘛 嗯 冬天不用 你不用 它帮你弹雪 春夏 帮你take care 花园 嗯 所以就不用操心了 又安全 又不用操心 嗯 这个房子以前也是我的客户 也是我们代理来卖的 所以我比较清楚 第一任owner呢 他自己是个韩国人 它和开发商的设计师一起 自己亲自设计的这个房子 嗯 这是升级的 升级的 升级的豪华版 所以升级版的 对升级版的 不是这边普通的开发商给的它 它是升级的 嗯 嗯 所以它的结构是几个卧室 几个浴室 有 一共有五个卧室 五连五套浴室 那它这边还有 还有自己的一个办公室 嗯 嗯 那所以它应该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 应该都是相当大的吧 对对 它那个 它占地呢 有1.33英亩 半山 你看到了 背面靠着山 对 山坡上还有一些swing 就是秋千也是他们的 嗯 那所以这个对华人来说风水是很好的 不是呀 走靠山啊 对不对 现在的客户他就是 在赶去机场的路上10分钟来看一眼 就想中了这个房子 你看看哈 它这些设计 用的材料 这个呢 嗯 知道干嘛的 啊 直接这样 水龙头 直接的水龙头 可以啊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就不试了 对 抽烟机也是我们亚洲人喜欢的风格 而且它这边直接有一个烧烤的 烤的 烤的 烤的台式 嗯 对 因为以前是韩国人嘛 韩国人喜欢烤烤 嗯 韩国人的东西 喜欢质量好精致 对一些小的一些细节 都没用过 嗯 都没用过 嗯 嗯 都是新的一样 是 嗯 而且它这个厨房本身来讲 你看这个 counter就特别宽大 嗯 对它这么大的一块 没有那个的 对 非常贵 嗯 嗯 这边呢 就早餐区了 哦 这边就是一个早餐 早餐区 Family Room Family Room呢 它这边的设计 你看 门 窗 嗯 把这个后面的假山 嗯 这些风景 对 就是坐在这里 很享受 是 而且真的是感觉像外面像一幅画一样的在一起 是 而且这个厅的这个屋顶也是挑高的 挑高的 嗯 对 那这边有一个就是一般就是客房 嗯 嗯 也是套房 嗯 它有楼梯呢 两个楼梯上去 这边有楼梯 嗯 它所以它这个楼梯不是放在门口 它是进来以后从这边进去 对 嗯 所以它 风水 就说也 没错 我们中国人进门不能见楼梯 这样楼梯 对 嗯 这个房子其实它的特点也非常的明显 在一个社区里面 然后它地势又非常高 所以你觉得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些买家 会选择住在这儿 有钱 这是肯定的 就是说对生活的品质 居住品质 要求比较高 第三 就是说 那可能有些 有些 有些客户 他会经常出差 他就希望 家里再一个住一个文文小区 适合那类类的安全 嗯 安全 但是又又很高档舒适的一个优质住在小区吧 适合这类人 对 因为周围的学校也非常好 嗯 所以这边来说的话 它整个在一个这个小区里面 但是它出去的话来说的话 是不是到这些周围的一些区域都比较方便 比如说购物啊 上学啊 工作啊 这些 上高速公路啊 什么这些 方便 一出门就是Jerico Tempike 上495啊 少106 107都非常方便 对面就一个非常大型的东餐馆 哦 然后旁边还有那些什么 什么北京什么祥子开的餐馆呀 这个Home Depot Eco Food 都在附近 都在附近 购物商品都很高 现在华人的基础 人口基础也够大 OK 所以他们很多来了 就这些餐馆呀 服务业 你慢慢的进入进来 都有了 都有了 对 那这个房子现在在目前市场上售价是定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呃 其实现在我们的客户好用于他们自己 自己的原理呢 就觉得来美国居住 不太现实 所以呢 我们现在价钱比较好 嗯 400多万 435万 OK 听说比原价就降了很多了 对对对 以前他们是480万买的 嗯 对 那所以真的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手的一个机会 对啊 现在利率也低 嗯 现在很多人也 也应该想得开了 就是说通过这场疫情 就是说让自己 让家庭 嗯 更享受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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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